今天带大家逛一逛在哈密城的大学 叫怀卡托大学 怀大 也是属于新西兰八大之一 有八所公里大学之一 所以说教学质量还是蛮不错的 这健身房可以啊 这玩意 有点小啊 小啊 你还行 这健身房比较大 是吗 是吗 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湖 你们说几个湖 我们有三个湖 我能说奥大一个湖也没有 真的呀 真的 奥大都光顾的盖房子了 还有啥湖啊 是吗 其实在新西兰各处都能感觉到那种人们特别热爱环境 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氛围那种感觉 这个是一个 健身房 对 也是健身房 那么 气线 哇 从那你知道那全是建什么吗 对 帘上了 大的 大 大 这个白楼是一个印度餐厅 印度餐厅 吃过一回 然后餐也没吃过 印度餐厅怎么这么大 这你们学校里面还有公共汽车站吗 有有 这个这个汽车是穿过这个公共汽车是穿过我们学校的 那你们学校里面也挺大 还行吗 可以啊 在西西兰 smoke free是指禁止抽烟的意思 不是随便抽的意思 这是哪儿啊 这是哪儿啊 然后也是雅思的好点 你们教育楼好高大 在西西兰这种高楼大厦了 对吗 你没感觉吗 还行啊 你看我们上学那个 那就那么点 那个是在地 那是一个坡 这是啥 往上去那边就是图书馆 图书馆大 图书馆也挺好看 这个是S楼 是K楼 SK 哇好多楼啊 这个就是我们考亚寺就是在这里面 对图书里面 有点蜿蜘蛆 对啊迷宫似的 对 我刚来的时候 哪儿哪儿 整个这一栋圈图书馆 对 可以啊 你们这儿学校活动也挺多 嗯 之前网友跟我说提议想让我去参观一下带来带来大家参观一下澳大奥克兰大学吗 然后西西兰排名第一的大学 我迟迟一直没有时间 因为大家知道奥克兰City那地方停车实在是太费劲了 所以今天先带大家来逛一逛怀卡托大学怀大 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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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里面 就是这个湖边 那边 就是商业街 对对 顺着这个下去 然后那边有银行啊 还有吃饭的地儿 有中国餐厅吗 有 大家好 这是你们的操场吗 对这是操场 你们有几个操场 三个吧 三个操场 都是这么大规模的 不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小 这是最大的吧 对 哇塞 这是操场吗 这么大 好大呀 你这个操场 这比标准足球场大多了 你这得有一个 两个 三 你得四五个标准足球场 那么大 对啊 对啊 一直到那边 对啊 而且树后面还有吧 对树后面好像 那一排树后面还是绿地操场 在这个角度再给大家看看 这个操场有多大 哇 哇 哇 因为刚才我和我小弟 刚才去逛了一下 那个 我带他去逛了一下他们的 华卡托大学 好 他们华卡托大学 感觉给我第一印象就是 那个操场 真的超级的大 而且教学 就至于教学楼的话 我不知道里面啊 但是我看外面的话 教学楼 所有新西兰大学 基本都是那种 呃 比较有年代感 看着教学楼墙面可能会 有一点 不是那么的新 不像中国大学 全是新的建筑 特别 特别完备的那种 但是 新西兰大学是有那种 有那种历史感 像那种 怎么说 欧洲那种 那种感觉 但是不至于 那么有历史感 但是就介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那种 相对于年轻的大学 因为新西兰地广人稀嘛 还是地广人稀的问题 所以就是超级的大大学 整个大学 而且没有围墙 今天初略了 逛了一下那个 怀卡托大学嘛 但是毕竟欧小弟是在 怀卡托大学上 上那个语言班的嘛 所以今天也做一个采访 采访欧小弟给大家介绍一下 怀卡托大学是怎么样 第一个问题 怀卡托大学里面的妹子好看吗 这个怎么说 因为我现在在语言班嘛 但是现在是开学季 但是语言班里面真不算多 说实话 但是如果要是说正常上课的 外国的那些妹子 确实是真挺好看 而且身材确实不错 C哥确实 因为新西兰人都特别热爱运动 我两个室友都现在都在 华雅多大学上课 就是上课 对 他们感觉质量怎么样 他们感觉老师讲的还不错 但是说真正落实到自己身上 还得学 对 还是得自己努力 对 然后你感觉华雅多这个原班怎么样 原班还不错 老师都比较负责 是哪人 有英国人 有新西兰本地人 但是他还会说 那个老师还会说西班牙语 然后还有印度人 那么各个国家老师的口音重 反正上次上个level是level6 我教我的就是一个印度老师 反正有一点口音 但是还不算重 但是那个教了8的是英国本地人 英国人 口音应该很重 纯重的阴影 阴影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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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的 offen offen 他们说offen 是英国人这么说 主要吧 我就是感觉这个学校距离市中心应该还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说这个交通可能不太方便 还是要买车吧 对 对对对 如果没有一辆车的话 感觉确实有的时候就是不太走 你感觉在Hamilton的生活呢 生活还行吧 生活只能用安逸两个字 安逸 对对对 这个其实距离我在国内 这个有一个不小的差距 确实 对确实感觉生活节奏慢的好多 对对 就是比国内的三线城市都慢的很多 我感觉三线城市速度都能比这个快至少一倍以上 好了 你感觉有什么方便以及不方便的地方 方便的话就是旁边有什么warehouse 4square 像那些超市什么商场 购物还比较好 然后上学也比较 现在因为我这个住的地儿 离我学校也比较近 对我走路十几分钟 对但是如果你想买什么一些别的东西啊 就是可能这边没有的 你就只能去市中心的商场 这个时候就是就很麻烦 要坐车多久吗 坐车半个小时吧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对你们腿多少多少 腿里三四十万 三四十万这么多人 对 可以啊三四十万 可能没到四十万三十多 可以了可以了已经很可以了 但是还是跟奥克兰 因为奥克兰之前是分几个区的 然后最后有一个总统把所有的大区全合并了 所以现在导致奥克兰属于一个超级大城市 Super City 虽然是Super City 但是现在奥克兰的每个区的规定还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历史一些问题 比如说收垃圾周级收 然后有没有垃圾箱 或者是怎么分类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奥克兰 你们在哪个区还是要问一问当时当地的区的规定 然后follow一下他们的规则就OK了 那你感觉这边语言班的学习生活类吗 和国内比有什么差距 因为你国内也学过用力吧 对 你感觉这边语言班和国内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感觉这边语言班吧 它对雅思确实是有一定提高 因为我之前在国内考的分数一直不是很理想 然后在这边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确实分提了不少 确实分提了不少 然后但是这边语言班吧 它不是主要注重于雅思 就是说不是主重提高 不是主重提高你的雅思成绩 而是全方位的提高 就是说更注重写作的训练 就是说 也更方便以后在大学的论文 还有那个自己的设计 对 就是不光会对雅思有针对性提高 而且会对你所有的对 为你日后的在这边生活做一个很好的铺垫 对 对对 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在这边学语言的 那你感觉在这边考雅思和国内考雅思有什么区别 其实吧 这个之前你们有口语吧 因为我之前听说这边不是很压分 对对不压分 对但是我之前在国内口语也是五分 大部分都是五分 然后有一次考到五点五 但是来到这边我那次口语也是五分 所以说我就感觉可能这个相对压不压分 还是对你的还是相对来说吧 说还是你必须还是有一个硬实力 如果没有硬实力的话 就算不压分也达不到一个好的分数 就可能我的口语 就是凭运气而不行 还得适应 对还是得适应 我感觉这边我也考过雅思 这边有考雅思 我感觉这边考雅思的人特别少 不像国内排着队考试 对 然后再加上口语的话 教室就那么 我二早快来的考试就四间教室 四个考官 然后考生的话 一共考听力写作之类的 一共就两三个教室就装满了 这是一个考点 而且是我在澳大考点考的 而且这边口语的考官还是蛮和蔼的 因为毕竟考试的人少 不像国内人特别多 每天要考很多的考生 他会比较急躁 然后这边就是很轻松 就是很愉快的在聊天 然后他会根据就是特别客观事实的 根据你说的怎么样 会给你打一个很公正的分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会说 在这边会好考一点 一个是分辨比较轻松一点 第二个确实考官也会 会面露笑容一点 就是很正常的聊天 所以大家不用很轻松 对很轻松 考试的时候不用特别紧张 就当去聊个天就可以了 考口语的时候 然后当然听力写作 这是用实力 这是在全球世界各地哪儿 你考都是一模一样的题 所以各个问题 对这个没办法了 那里面语言班上课是早每天都上课 每天上课 周一到周五 周一到周五 不间断就是周一 周一是九到三 九点到三点 对 中间休息一个小时 对中间是十二点到一点 一个吃饭时间 然后上午的十点半到十点五十 一个二分钟课间 然后周二到周三就是上午还是一样 但是下午是从一点到两点半 上一个半点的选修课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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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有针对作文和阅读去练的 就是你看你自己哪个像缺少 对 那还真不错 那还真不错 这边的价格是怎么样 价格的话有点 确实原本确实有点贵 这个是一期的话 一期是三个月 十周 是五千刀 五千六刀 两万五千人民币 一个月八千刀人民币 和国内比肯定是贵的 但是它这个毕竟质量和 毕竟你现在语言环境还是 配整个配套设施加起来 还算是比较划算的 然后再加上可能是 我小弟读这个是在大学里面的语言班 所以收费会贵一点 其实在大学外面会有很多那种私立的语言班 私立语言班 也有好有坏 所以大家在甄别语言班的时候 一定要最好问一下在这学过的同学 或者是在网上找一些语言班的资料看一看 反正学语言班也是一个技术 大家不要来之前学语言班 就一下子报一年或者半年 你可以先报个一个月两个月 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问他最少能报多少的时间 你就报你最少时间 如果好的话继续续 如果不好的话 你就直接再换个语言班就OK 而且Hamilton这个不算是一个小城市 在新西兰属于能排得上号的那种大型的城市 虽然赶不上那种巨大的欧可兰 但是也算是体积蛮大的城市 所以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衣食住行不方便的问题 还是蛮方便的 再加上配套设施 这两天我逛了一下 有之前大家来过Hamilton的非常美丽的花园 然后中国餐馆啊商业街啊什么赌场啊 都博物馆啊 还有一条非常宽非常美丽的河 都非常棒的一个城市 其实这个城市吧 它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啊 还有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啊 都确实深深打动了我 确实感觉确实是一个比较平和的城市 对对对 没有什么波折 没有什么波澜 然后每天过得都像那种岁月静黄那种生活 对对对对很轻松很放松那种生活 而且如果要是你工作的话 每天早九晚五而且不加班 而且你的工资完全可以cover掉你整天出去浪的生活 是是 所以还是蛮不错 而且最主要的是出了奥克兰 就移民加三十分 就是现在奥克兰的很多要移民的人都往奥克兰之外跑 比如说之前的那个詹里肌肉哥都准备往奥克兰之外跑 就是因为之前移民的分数是140分 现在改成160分 有的人可能就差那么个10分 那没有其他的好的办法就只能出奥克兰 最简单办法能加30分 而且哈密尔顿这个城市 它怎么说呢很方便 它属于一个十字路口的一个城市 对去哪都方便 对去哪都方便 西部 西部行车半个小时就能到海滩 往北走就是奥克兰两个小时车程 对 然后往南走什么 嗯 逃坡呀 逃坡是很美 都确实比较美 这个城市确实交通挺胖达 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吧 对 北岛的中间的位置 所以去哪都还挺方便的 对 因为你来了多长时间了 来了五个月 五个月那感觉怎么样 还适应了吗 还适应了 其实两三个月的时候就已经适应了 对 刚开始来确实有点不太适应 这边什么吃啊什么什么 确实不适应 但是到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这种都可以自己做呀 买菜呀什么的 都可以买到 没有问题 做菜技术也提高了不少 提高不少 我从一点也不会 变到现在做的还比较好吃 这个对大家的生活技能 提高还蛮大的 因为你不提高的话也没办法 逼人力提高 是 OK那就是这一期就是 关于介绍哈梅特 然后哈梅特 关于怀卡多大学 以及怀卡多大学的语言班 然后大家还是依然有什么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量的回答大家 然后有不懂的我也会问他 然后努力的回答大家 然后希望对那些想过来哈梅特 学习以及工作农学有所帮助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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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